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一般现在时这个时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第一个是了解一般现在时的概念 第二个掌握一般现在时的这个基本用法 第三个是掌握一般现在时的这个基本形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首先这个什么是一般现在时呢 一般现在时啊 它表示经常或反复发生的动作 注意是经常或反复发生的动作 存在的状态 或者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这样就是表达一般现在时 比如说我经常去探望我的爷爷和奶奶 就是I often visit my grandparents 表示我经常去探望我爷爷和奶奶这个习惯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标志词 一会儿我们还会学一下其他的一般现在时的标志词 看到这些词你就能判断出来 这种时代就是一般现在时 然后再看一下地球围着太阳转 地球围着太阳转它是不是地球存在的一种状态呀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呀 地球围着太阳转我们才有这个四季交替才有日出日落对吧 the earth turns around the sun 这样的就是一般现在时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般现在时的基本用法 我们怎么用这种时代呢 第一个看这里列出来的非常多的标志词 常常和always,sometimes,often,early,everyday,never等副词连用 当出现这些词中 当句子中出现这些词时 就是一般现在时的一些标志 所以大家就要看到这些词 就要好好判断一下后面的动词该怎么变化 如果是这个刚才的i 后面的动词就不用变 而如果是hey像这种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后面的动词一定要变成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呀 比如说他总是步行去上学 he always 我看到了这个标志词always always是什么时代呢 一般现在时 所以后面又因为这个hey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我们后面的go要变成goes的形式 he always goes to school on foot 这是这个地方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形式 i often 又是这个标志词 i often do housework 因为i是一个第一人称对吧 所以我们后面要用动词原形 还是这个do的形式 而不能是这个does 好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表示普遍真理客观存在及自然现象 像我们刚才那个地球围着太阳转 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普遍真理 像这个春去下来也是一样 在这个温带 在这个温带一般就是春天过后就是夏天了 对吧 这是一个四季交替的一个变化呀 就是summer follows spring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表示普遍真理客观存在 以及自然现象的 也是一般现在时的事态 好再看一下 如果是表示一种状态 一种能力 一种性格 还有一种个性的 这样的也是一般现在时 比如说他很和善 他这个人非常有亲和力 非常和蔼 he is very kind 是不是表示这个人的一种性格呢 所以这样的也是一般现在时的时代 好再看一下一般现在时有哪几种形式呢 第一个表示目前的状态 位语是用这个b 比如说肯定句中 主语加b加其他的形式 就是一个一般现在时的形式 他们在操场上 是表示他们现在都在操场上的 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就要用 they are 主语加b动词 因为they是第三人称 负数 所以后面b动词同样也要搭配一下 用r on the playground 这是这个句子 来第二种形式 否定句是主语加b not 加其他 就是如果说他们不在操场上 就是they 加一个b动词 are 加not 这个地方是缩写起来的 they are not 可以缩写成 they aren't 对吧 on the playground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学了这么这么多的 这个一些句子的否定形态 基本上都是加了一个not 而且这个not放在哪 放在这个位语动词的后面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就是这个b 加主语加上其他 他们在操场上吗 are they b动词加主语再加其他的成分 这就是这个一般现在时中的这个一般疑问句的这个形式 are they on the playground 来再看一下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 一般现在时态下的特殊疑问句 该怎么问呢 就是疑问词 加b 再加上其他成分 看疑问词 where是不是一个特殊疑问词呀 我们之前学语问句那个地方 学了非常非常多的特殊疑问词 where在哪 就是其中一个 where are they where are they 他们在哪呢 加一个b动词 再加they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 当主语不是第三人称单数时 怎么说 主语加动词原型加其他 我总是五点钟回家 我总是五点回家 这个表示我经常发生的一个动作 对吧 I always go back home at five o'clock 看主语加了动词原型 go没有变 如果主语不是第三人称 我就要用动词原型 如果第一人称 I 或者第二人称 you 这都可以 都是要用动词原型 来看一下 如果要变成否定句怎么变 如果有否定句一定有 not 对 看 I don't always go back home at five o'clock 所以当主语不是第三人称单数时 否定句要用 don't 否定句要在主语后面加一个don't 再加动词原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该怎么改呢 do加主语再加动词原型 再加上其他的成分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句 你总是五点回家吗 do 是不是有do呀 然后主语 you do you always go back home at five o'clock 看 go 也是一个动词原型 而且这里他还加了一般现在时的一个标志词 好 回答就是一般疑问句要回答 一定是yes 或者是no 就是yes I do no I don't 来我们再看一下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呢 一般是疑问词 加一个一般疑问句 我们这个非常简单啊 就直接把在这个一般疑问句 do you always go back home 的基础上加一个疑问词 加一个你想要表达的疑问词 比如说 你总是什么时候回家呢 when do you always go back home 就是直接加一个问的这个特殊疑问词就可以了 来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当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呢 它就有一点点变化了 来注意看 主语加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再加其他 要加的 我们之前学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时候都用的是动词原型 然后现在呢 如果主语是第三人称 动词也要相应的变成第三人称 比如说 它舞跳得非常好 啊跳得太好了 she dances very well 是不是要加一个s 因为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好 再看一下否定句 否定句也是出现了闹头 而这个否定句它是编成了doesn't 因为是第三人称单数嘛 我们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 还有第三人称复数形式的时候 是用的don't 然后这个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就用这个doesn't 比如说 他舞跳得一点都不好 那就是she doesn't dance well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一般疑问句也是如此 在那个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一般疑问句的基础之上 把do换成does就可以了 他舞跳得好吗 does she dance well 注意后面要用动词原型哦 一般疑问句中后面要用动词原型哦 因为我们原先句子中的s 已经被这个does给带走了 所以我后面不能再出现s了 如果他跳得好就回答yes she does 用什么提问就用什么回答 看用does提问我就用does回答 no she does not she doesn't 不他跳得一点都不好 好我们再看一下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呢 这个也是其实也是特殊疑问词 加上第三人称单数形式的一般疑问句 来看一下 对吧 后面这个does she dance 这是不是一个一般疑问句的形式啊 然后前面加了一个疑问词 特殊疑问词就变成了特殊疑问句 how does she dance 他舞跳得怎么样呀 那这个地方就是how加一个does再加主语再加动词圆形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来现在我们做几道题来练习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该选什么 3 2 1 where does she 巴拉巴拉 谁巴拉巴拉 in china 这个该怎么填呢 这个空上 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是不是一个特殊疑问句啊 想想特殊疑问句的这个形式 疑问词加does 加主语 加加加加加 加动词 圆形 所以我们就把b和d给排出了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后面 这是一个陈数句啊 不是一般疑问句啦 也不是特殊疑问句啦 所以当主语是第三个称单数的时候 后面的动词圆形要选择相应的形式 所以这个要选a要加s 比如说c选项 这是一个什么形式 这是一个现在分词的形式 所以我们不能选这个 因为它表示的是一个现在的状态 它住在中国 这是表示它现在的一个居住状态 我们要用一般 现在时 所以这个是选a 好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解析部分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题 he什么go sorry he什么to school from Monday to Friday 他从周一到周五都去上学 这个句子是不是表示的 他从周一到周五都去上学的这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 一个反复的一个状态呀 所以这个我们要选一个一般现在时的一个形式 看一下c现在分词就不行了加nj了 d过去分词也不行了 它表示一个过去式了 然后我们在a和b中选又因为又因为主语是 对第三人称当数呀 所以这个我们选b 非常简单这个题 好来看一下第三个 beel什么for a work on fridays on friday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每一个周五 就是beel啊 在每一个周五都去散步 这个句子是不是和上面一样 也是表示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他在每一个周五都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d排除掉 b也排除掉 a也排除掉了 那这个就只能选c了 对吧 a是一个现在分词的形式 b它虽然是 它这个也是一个has 加了一个过去分词的形式 然后d它是一个这个一般过去式的这个形式 所以我们只能选c 好看一下这个题 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题 the two writers 什么each other once a year 这两个作家 这个每年都会互相拜访一下对方 这也是不是一个习惯的动作 或者一个反复的动作呀 所以这个我们也应该选一个一般现在式的时代 好 那我们就把谁谁排除了呢 b排除掉了是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d选项这个 它这个单词本来就写的不对呀 它在迷惑你 看这里少了一个i 而且就算加上i的话 visit怎么变这个三单的形式 直接加s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种形式 所以bd一看就不对 然后ac我们该怎么选呢 看一下主语是几个人 这两个作家是不是两个人是一个服务术的形式 所以我们这个是选择a 而不能选这个c c也被排除掉了 对吧 好 这是这一部分 来看一下第五题 the earth 什么around the sun 这个地球总是围绕着太阳移动 围绕着太阳转 这个该怎么说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普遍真理呀 一个客观事实呀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选一个一般现在实 所以这个的话就把ac排除掉 然后b和d 请问请问有几个地球呢 the earth 它特指了the earth 它是一个单数形式对吧 所以我们选b the earth moves around the sun 好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一般现在实的有关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学习另外两种实态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下节课再见 拜拜